哈哈哈哈 在这这这位 请吧 二十四小时都要收看 大家好我是郑爽 李志王的玩意们大家好 我是小爽 其实我觉得贝薇薇让我演的话 不管是在刚开始还是在最后 我都觉得她这个角色 给我自己本人添了很多自信吧 对因为我会觉得 其实贝薇薇跟我是完全 没有想过这个贝薇薇会选我吧 因为其实奥运会跟姥姥在一起 我姥姥就是一个很向上的人 她有可能年龄比较大 但是她有可能熟悉这些 就是说体育明星吧 她都要比我要熟很多 对她也会追那个小鲜肉啊一些 就会觉得古装的时候比较有压力 因为要戴那个隐形眼镜啊什么的 还挺不舒服的 其实就是角色上面其实那毕竟是一个虚拟人物嘛 对而且他们也只展现在游戏里面只展现打打杀杀的部分比较多 就是在走心方面好像比较少 其实我还蛮喜欢吃东西的 我觉得大家对我对我误解 就因为我其实我并不是个手机控 但是现在大家也知道都很愿意用手机去买好吃的这些的 我基本上有的时候到饭点了我就是干这些事 就特别的喜欢去弄好吃的呀 要是有时间的话也喜欢自己做 也吃的胖 我觉得没有吃不胖的吧 也吃的胖呀 只不过就是那个我还挺爱活动的 喜欢逛街呀 喜欢到处走 其实我是一个挺 就是挺 怎么讲 要是讲的有可能是包一词有可能是贬义词 但我觉得挺合适的 就是比较极端 那我对待自己也是这样子 那其实我对待工作人员也是有点偏这样 我就希望大家在专业上面非常的认真 那我觉得私下离你怎么都都可以 我可以带你去玩呀 我可以带你去享受生活 但是我就希望是在工作的时候都要兢兢业业的 就是容不得一丝的怠慢 没有工作室的人其实 也没有说是我自己工作室 就是我身边其实每天跟我在一起拍戏时候的工作人员 其实大家都讲这个什么要团队呀跟媒体呀这些的 其实我觉得没有那么复杂 因为有的时候根本都不是像大家所说 哎呦我花多少钱买一个头桥这样的 有的时候就是真的是觉得媒体觉得你这个地方我觉得是可以有报道 我觉得是有这样的阅读量的 他媒体自然就会报道 他不是一个买来的东西 反正我觉得自己也特别的羡慕贝薇薇薇 然后也经常跟就是姑曼姐去聊贝薇薇薇这个角色 因为他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特别浪漫的一个人 然后又特别的卡通 他有的时候又不是一个段子高手 让我觉得贝薇薇 他始终我觉得我最喜欢他的地方 他就没有跟别的男的怎么样 他就是始终就是跟大神 从开始到最后我就觉得特别美好 因为薇薇薇一笑很清晨的时候 在卖书那种排行榜上面都在前面 所以我就买来看 对 但是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贝薇薇会选我 因为我觉得我们差距太大了 其实我看这个书基本上很快就看完了 因为他对吧 所以其实就觉得挺轻松的 是这样的感觉 选我我就觉得完全自己根本不像 我想说这片人怎么想的 气眼的时候压力挺大的 对啊 然后就背微背我就说 那姑曼姐这个凶问题怎么办 其实大家都会想到这儿嘛 那就真的是每天 就是真的是要垫好几层 然后他就是姑曼姐 也说说尽量 就是说毕竟小说是小说 那我们影视剧重现的时候 它就是肯定是稍微有一些区别 那就说有一些别的优点来去 尽量去就是能可以替代 会啊 我们都会觉得 就是肖奈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吧 真的不存在 真的会有感觉 在现场啊 就是神一般的存在 真的 因为杨阳她是一个 特别特别 她属一个细节控 对 对啊对啊 所以她就是对待每一个细节 包括每一个眼神 她都有自己的方式 而且她特别自信 我觉得其实在花哨的时候有 因为我们都是比较有棱角的人 就比较不那么圆滑 那我会觉得 这样子可不可以相处的来 但是反而有的时候 我觉得有棱角的人 反而内心好像简单一些的 我之前帮我签 微微一笑的经纪人 会挺在意这个事的 但她现在也没有在 我们在一起合作了 因为那个时候 好像就是电视剧先拍的 然后再拍的电影 她那个时候说 哎呀 我帮你争取两个角色 都要出演啊 这样的 我想说我应该不太喜欢 就是说什么什么都 那我觉得观众也会看烦吧 所以我觉得肯定是 有不一样地方了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 反而会新鲜一点 因为我在学校 本来年龄又小 然后在 你知道我是表演系 但是我们表演系 有的时候需要去模仿 然后自己去编很多桥段 但是我其实自己的阅历啊 我自己的理解力都有限 所以并不属于优秀的学生 只不过呢 我比较听老师的话 然后所以就是 但其实我内心压力非常的大 然后旁边的人也都很优秀 然后自己感觉 一是年龄小 就在很多东西 人家说什么 我好像感觉不是特别懂 没有这方面的 就是没有可聊的 还有一个就是说 就会觉得大家都挺好的 就是觉得怎么看自己 就怎么不好的感觉 所以其实我在大学的时代 我觉得相对有一点小小的压抑吧 好的 谢谢 谢谢